嗯 长得挺可爱的 大家看一下 我都要流口水了 哈喽 卢西河吃播时间到了 最近好久好久没吃卢西河 就特别特别想吃 然后一去看发现 他们出新品了 所以一定要够路尝一下 我现在买的这个是两个新的塔 一个是千层塔 还有一个是葡萄塔 超香 嗯 虽然说现在有点凉了 但是外壳还是脆脆的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的新品是 我买了一个想尝尝鲜 是这个绿豆黄 上面还写了一个黄字 看到没有 像个小麻将一样的大小 还有就是绿豆饼 还有就是绿豆饼 那绿豆饼以前都不能单个称重 现在我买了两个 它可以称了 所以就够了两个 因为绿豆饼 我一直在看他们家绿豆饼超好吃 那么好 快乐的时光又到了 我先尝哪个呢 我先尝这个咸的吧 土豆塔 外面是千层的那种酥皮 然后摸着就已经是硬硬的 应该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里面估计是土豆 烤得 烤得像很诱人的样子 嗯 嗯 看着什么 咸地土豆 还有小香肠 哎 很新奇的味道 因为这个有一种甜咸甜咸的感觉 听这个声音 哪怕凉了 它也好粗脆 嗯 嗯 甜点东西 这边还有一个小香肠 嗯 嗯 有点刚加咸口的这种东西 这个和那个萝卜酥一样 萝卜酥也超好吃 然后这个也很好吃 可以 嗯 而且这香肠是那种 甜甜的小香肠 就是咖喱土豆 配合一个甜甜的小香肠 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奶酪的样子 然后再加一个外面脆脆的酥皮 这个可以 非常好吃 叫土豆腾 又开始有一个 嗯 嗯 嗯 不错 深得我心 好酥脆 快乐快乐 绿豆黄 长得挺可爱的 掰开看一下 嗯 是这样子的 这绿豆黄有一种 嗯 他们家卤肉蛋黄 和绿豆糕混合的那种口感 它的里面是那种蛋黄 甜蛋黄口味的 然后 会有一点点的甜 但是 没有像卤肉蛋黄 那么那么的甜 然后 它的蛋黄味混合着 它的那个 绿豆糕的那种味道 因为他们家绿豆糕也是很好吃的嘛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嗯 口感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点偏甜 不知道为啥 最近我好像 不太能用奶甜 有点点偏甜 特别后面几个 但是喜欢吃咸蛋黄的人 肯定会喜欢 大家看到里面 小小的那个 绿豆杂心吗 还是蛋黄杂心 嗯 不错 好吃也是好吃的 只是要是没那么甜 就更好吃了 虚虚味味有点干吧 嗯 鲜层炭 也是脆脆的酥皮 长得挺好看的 花里胡哨的一个 花边 尝一下味道 嗯 它里面的那个 蛋鲜的那个 塔鲜的那个胚子 奶味非常重耶 不错 我想要奶味比较重的 而且有一点点那种 可能是因为现在是两个原因 绵绵蜜蜜的芝士感 不知道为啥 是不是有芝士 好吃 我想要奶味重的 千层炭 这千层炭的甜度适中 就是蛋塔的那种口感 然后感受比较深的 就是它的奶味非常重 也是很好吃 它们今天最近的新品都不错 新品都挺棒的 然后 这几个新品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土豆塔 土豆塔好好吃 那最后再来顺带一下吧 我真的很喜欢吃它们的 绿豆饼 长得平平无奇 但是这个却令我太上头了 而且这个吃法非常多 它热的时候 外面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然后 你可以放到冻箱里面 再去冻一下 冻过了之后又是另一种口感 但总体两种口感 都非常非常好吃 哎 我现在来一个脆脆的口感 嗯 看一下它们家绿豆饼 里面黄黄的绿豆 真的 味道还蛮浓的 还很香 所以这个和那个 绿豆黄的那个内心 胚子也有点像 嗯 嗯 听听这个 清脆的声音 嗯 我也有点不足的就是 它外面这个酥鸭 有时候确实有点油 比较不太稳定 但是好吃还是很好吃的 好 今天 快乐的不细和时光 就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 还有期再见 我们下见 甚至我们下见 我们下见 再见